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蘇嘉全先生 他是雖然是選副總統的一個職稱 可是所做的這種事情 說我把房子這個捐掉了 但是其他的政治 我們不是選這個副總統 你選所有政治立法委員 一致的標準要做的 讓社會大眾來了解 在調查有沒有違法的證物啊 證物能夠去捐出去 然後到長治相公所 還能夠談怎麼去利用嗎 更嚴重的是長治相公所 難道不是蘇嘉全紅橫珠 蘇嘉全家族貪污圖利違法的共犯嗎 證據我請大家來看一下 大家請看這一份表格 叫做榮業用地做 榮業使用這名申請書 受文者請看字很小 就是長治相公所 所有的榮業用地 要先證明你是榮業使用 這是長治相公所的第一章 我請大家再看第二章 第二章更清楚了 叫做屏東縣長治相公所 榮業用地做榮業使用 會刊紀錄表 還有個會刊紀錄表 有榮業課 建設課 民政課還有會刊意見 然後會刊完以後 還要做什麼呢 我請大家再看第三章 也提醒長治相公所的記憶 屏東縣長治相公所 核發榮業用地做榮業使用證明書審查表 裡面清清楚楚的那個榮業用地要符合怎麼樣 才叫榮業使用 審查的意見 會刊的結果審查意見填好了 舉一兩個例子吧 來 請大家看 第一個榮業的部分 要實際種植各種農作物林木 那麼去養隨它養殖 種植牧草等等 第二個榮業用地上面的榮業設施 要依法申請可准 且無善事變更使用等等等等 完了還不夠喔 還有一章喔 長治相公所你一定記得 完了說還簽個竊節書 竊節書內容是什麼 本人坐落在什麼鄉 什麼段 什麼地號的榮地 申請農業用地做農業使用 該筆農地上 卻無任何抽取地下水設施 若有詐欺虛偽不實情節 怨婦一切責任等等等等 還有竊節書身分證字號住址 長治相公所你都忘了嗎 你認為你自己過去在審核 蘇嘉全紅紅豬的那個榮地上面的榮社的時候 你認為還有符合那個榮地上面0.25公頃 榮業使用的標準嗎 還有通過這些所謂的表格嗎 審查意見嗎 會刊嗎 有簽的竊節書嗎 如果沒有 你就是包庇 蘇嘉全紅紅豬的共犯嗎 那今天蘇嘉全說 把這個榮社要交給長治相公所 交給一個包庇 特權難權貪污圖利違法的共犯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長治相公所 如果剛民眾看到了這個邱毅委員 所舉出來這些表格很認真的在這個檢驗的話 那麼這個如果長治相說 蘇嘉全的這個農社豪宅是合法的 長治相就把那個所有合法的每一個項目 自己就要負絕對的責任 這是法律的責任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包庇 那蘇嘉全說我把我的豪宅捐給包庇我的單位 蘇嘉全昨天口口聲聲我是合法的 我這個農署機關都認為我合法的 所以邱毅今天拿出來的資料 其實讓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 原來不是只有蓋農舍 蓋完農舍之後剩下來的九成 就是那個百分之九十 要農地農用嘛 那那個農地農用要先申請 申請完了之後 鄉公所要會刊 會刊完了之後 還有一條一條逐條的審查 因為有很多細節的規定 然後最後要切結 如果說有經過這樣子的程序的話 現在捐給長治鄉公所我覺得正好啊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媒體 因為蘇嘉全的私人住宅 再來大家進去看一下那個叫不叫做 農地農用 不是全國民眾就很清楚了 那你長治鄉公所就一切攤在陽光下 我們現在講說你完全賭子我也不敢說 可是就攤開來嘛 公有的財產為什麼我們不能參觀 除了這個可以公開檢驗 是 我能不能再拿一張最要命了 我放在最後壓軸 這一張叫做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農業用地做農業使用證明書 我把這個所有全人塗掉 以免泄露個人資訊 也就是說你經過了審查會刊 到最後切結證明無虞之後 最後長治鄉公所會給你個證明書 會給你個證明書 那證明書裡面呢 這就是某一個人 他所擁有下列的農業用地 確實做農業使用 給你個證明書 然後鄉長吳永松 蓋章 觀印 我請問長治鄉公所 你有沒有發給紅橫豬 這樣的一份證明書 如果沒有 就不能證明他的農地上面 0.25公頃的農地上面 做農業使用嘛 你如果沒有給他證明書的話 他怎麼蓋農社 他怎麼申請蓋農社 所以很顯然長治鄉公所 應該有發這一張證明書 給紅橫豬 可是明明紅橫豬 那一塊0.25公頃的農地上面 沒有農業使用的證明啊 那這不是獨職是什麼 這不是包屁是什麼 這不是土力是什麼 長治鄉公所 長治鄉公所 請你拿出同樣的 同樣的 這樣的一份榮業用地上面 榮業使用的證明書 給紅橫豬的證明書 給大家看吧 現在這個蘇家權先生 我這個已經捐出去 而且是這個合法的 但是目前貧檢正在調查 那麼這所謂的 目前正在調查的這一個豪宅 是一個物證 物證是不能夠隨時現在可以捐出來 這所有的狀況 蘇家權先生完全理解 但是趕快閃出去 他當然要立刻閃了 跑都來不及 這事情被他凸顯一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國家的國境之難 像屏東縣政府 他某種程度是處於一個 無政府的狀態 我們國家的公權力 在那個特殊的情境之下 是有私有化的嫌疑 我過去一直常講說 屏東縣政府在這個事情 似乎是扮演蘇家權先生 你們家族的真信聖 什麼東西都幫你背書的 這個鄉公所很像變成 你們家私人聘請的消防隊 這中火快點來打火 沒辦法給你收一收起來 角色錯亂 要站在人民這一邊 對政治人物要公平對待 嚴格要求 可是這個事情再來看一下 就大家在批評的 國家變成我家 我家就是蘇家 這樣子的一路的推演 老百姓蘇最多 稍後觀眾朋友可以看到的 這個非常巧妙的 原來都是 你可以說是國家就是我家 或者說是承握我整個集團的 稍後適時會說話 我們馬上回來再繼續 歡迎觀眾朋友來了解 蘇家全先生開口閉口 我跟著一間房子而已 那麼昨天 邱宇文拿出了這一棟的大套天櫥 那麼蘇家全先生到目前為止 只要看到媒體就趕快閃人 這畫面是可以看得出來 蘇家全先生看到媒體立刻閃人 可是為什麼蘇家全先生 對這個問題今天一天 完全拒絕回應 因為蘇家全先生的畫面 在過去這幾次裡面 一二再再二三次說 我只要一間房子 為什麼拒絕回應 我今天看了自由時報 有一則報導 就是蘇家全 自由時報說 蘇家全的老岳母 私民的老岳母對她說 如果榮社捐出去了 我們要住哪裡 我真的是覺得很豐盛 我覺得蘇家全你真是不孝啊 這麼大的240坪的透天 你幹嘛不給你岳母住呢 你明明有啊 忠孝路281號交通方便 臨近屏東縣政府 臨近屏東監禮站 這麼方便240坪 這麼大的五層樓的透天 反正你只用三樓啊 做爺營文教基金會啊 你幹嘛不讓你年老 私民的岳母住啊 然後你還拿著你岳母來消費 說你好不容易在 在這個農地上面弄了一個龍舍 就是要給岳母 要給太太 要給女兒做一個安生利命 因一個棲息的地方 真的嗎 真的嗎 你看看這一個240 240坪 將近800平方公尺的 五層樓的透天處 是登記在你女兒 兩個女兒的名下 這麼大的空間 捨不得讓你 私民年老的岳母住 還要消費你岳母 我看了自由時報那時候報道 除非自由時報自己編出來的 或者我真覺得蘇家權狼心狗肺 他這個至少這個大的這個套天處 那麼說 岳母大人可能是這個行動不方便 那是一樓是可以來把它收回來 你不能說一樓我把它出租 可是這個問題它是確實存在能閃躲嗎 這個我想如果大家沒有很仔細看這幾天的新聞的話 恐怕會以為說屏東已經獨立了 屏東的地檢署 縣政府以及長治鄉公所 大家可以從祖焚事件看得出來 一開始長治鄉公所是怎麼幫忙掩護的 夜市的問題被邱一文踢爆 隔了禮拜一 本來是禮拜一嘛 馬上就搬走了 夜市的開罰了沒 處罰了沒 到底什麼問題 可不可以把自己的農地弄成水泥 變野市的牛丁這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是蘇嘉全的律師 其實這一位也來上過濤哥的節目 高永成律師 他說蘇嘉全是在確認農舍合法性沒問題 法律紛擾 蓋棺論定後 才有後續處理 有嗎 已經蓋棺論定了 合法性都沒問題嗎 所以屏東地檢署就解散好了 我是比較建議 還有86天投票 屏東地檢署就把門關起來 報紙通通不要看 電視也不要看 撐86天就過去了 不要辦嘛 為什麼要辦呢 真正跟蘇嘉全航瀉一氣的 只有屏東縣政府跟長室相公所嗎 只有這兩個單位嗎 什麼叫做不作為 我就不查啊 今天邱偉 其實昨天邱偉人就講了這個基金會了 屏東地檢署要查嗎 當然不要查 為什麼要查 為什麼要查 基金會如果有不法的狀況誰辦 當然是屏東地檢署辦了 可是屏東地檢署在陰宅 陽宅 夜市的處理 殺死 殺死還有鐵皮屋的處理 我們看著說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不敢奢望他去查基金會 這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現在是最低的標準 蘇嘉全先生千萬不要說 最高的道德標準 那你是羞辱很多人 用最低的道德標準 用最低的政治的一個角度 說你到底還有沒有說謊的事情 那麼你在過去跟著所有群眾面前講 我只有一間家而已 這個畫面一再出現的 但是蘇嘉全先生到目前為止 你還有沒有說謊 或者面對說謊的時候 你是不是該給一個交代的狀況 我覺得蘇嘉全心裡頭大概在想 如果一個房子以外還有房子的話 那是在我女兒的名下 而我女兒已經長大成人了 那我認為這個購買這個透天處 然後登記在女兒名下 是發生在民國97年 那民國97年的時候 她女兒已經過了18歲 而且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要查的 其實是購買自動房子資金的來源 跟資金的流向 還有它有沒有牽涉到證餘稅 還有監察員的申報 那裡頭如果你的錢來自父母親的話 不論是證餘稅的問題 還有這一段期間 它的定存 它的活存 這個數目應該有一定的下降 我覺得這些是關鍵 至於說這個就是用基金會的名義去買 或者怎麼樣有沒有貪污 這些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我們是還沒有證據了 是 那省委員其實講到這個關鍵的 這是在2008購買的 但是這個錢當時 雖然兩位這個女兒 一個18歲 一個22歲 但是是不是有這樣子這個能力 這很容易查出來的 不過這不是這個蘇嘉全 千金的問題 這是蘇嘉全先生要回答的 你不能說是我女兒的事情 蘇嘉全先生 你說你跟所有社會大眾公開講 是我女兒名下的 跟我一點關係沒有 也可以這樣講啊 但是至少有一個態度不能每天現在就躲啊 我覺得政治人物 你不是說你自己不能訴求悲情 可是不能過度 你一旦過度了之後 那個反彈力道也會非常的強烈 坦白說我認為宋楚瑜 當年在新票案的時候 就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他在之前的時候 為了訴求自己的親戀 然後說這個媽媽住的這個房子 廁所門破了 然後他都沒有去修 沒辦法修 這一句話 當他的兩億四千萬的戶頭一曝光的時候 前面那一段話 就讓人聽起來覺得噁心而且矯情 今天蘇嘉全的話也是說到過頭 說其實不是只有自由時報有報導 聯合報也有報導 這失明的老岳母問蘇嘉全說 阿傳啊 我們以後要去住哪裡啊 這一段話就過分矯情 濫情而且欺騙 因為不要說別人 你們家的人都知道有這棟房子 我們看了之後很意外 怎麼有這一棟房子 可是你要告訴我說 你們家的人不知道 這我不相信 你們家人都知道 有這棟房子真的沒有去住處嗎 沒有這回事 可是因為要把這件事情的悲情的情緒 給塑造出來 我覺得可惡就在這個地方 政治人物講點道理好不好 不要一天到晚拿這種人民的情緒來運用 我講真的啦 其實都是一種濫情啦 但是能不能催出這種濫情 可是如果你說謊的話 民眾反撲也會很強烈的 你用任何的這個政治的方式 或者工具 都是你的本事 但是你不能夠逃避的是 你必須要給人民解釋 我跟這間房子 這間是什麼 剛剛沈會員講得很清楚 你說我幫我女兒買的 錢從哪裡來的 這也該交代嘛 不能每天現在就是到處閃躲了吧 對啊 六年前 蘇嘉田的太太 就在那棟鐵皮膚前面被搶 然後被搶了之後 人家就發現說 哇 你開賓師車啊 還這麼好 他就說我這個賓師車 是我們憑著他載我媽媽我葉母的 葉母就搬出來了 搬出來 後來大家才發現 又去請了殘障車牌 不用免急嘛 我講這個故事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看這幾天電視的畫面 道路跑了以後 然後葉母好可憐 一個外傭推著他 因為路已經跑了就很難走 我的眼睛特別尖 我看旁邊那部不是賓師車啊 你那時候不是說這部賓師車是要來載你葉母的嗎 那發現也沒有啊 原來是這個外傭在弄的嘛 全部不是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要賺人熱淚 在選舉裡面這些人是特別厲害 真的特別厲害啊 那一部賓師車是怎麼樣 還是紅燈珠在開嘛 還是上下班在用嘛 就是這樣啊 所以 講自己有一段房子 我們現在對蘇家前所有黃色的資料是到97年 因為他520卸任農委會主委嘛 所以我們只有之前的資料啦 我看過連鐵皮屋房子有四間 有四棟 土地十二筆啦 怎麼會只有一個房子 我看你自己填給監察院就這樣寫啦 對不對 那你明明知道還有這些房子 而且那個報的時候還不報關你兒的 所以今天要僑情其實是不必僑情真這樣 據說你從政這麼多年 當過國代 當過立委 地方又是這麼多年 你可能有一些財產 這個都沒關係 像我 我有好幾筆農地啊 我們家有那些農地 中華民國也還沒成立啊 我有繼承到啊 可是我不從政 不一樣嘛 所以你要當副總統 這些東西其實是要 清楚 就給個交代 從頭到尾 蘇家全先生 稍後觀眾朋友一起來看 那麼蘇家全先生 除了這所謂的農地的豪宅的問題 蘇家全先生跟夫人的椰林基金會 那麼稍後觀眾朋友 這個邱毅委員今天又提出來的一些的資料跟證據 大家恐怕也會瞠目結舌 上課會了